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点名谁要收保护费呢 他说我要跟台积电收保护费 到底是我们保护他还是他跟我们收保护费 明明我们到美国就是去保护他的军物产业 所以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台积电跌了25块钱 AD已经先跌了 那么另外说到川普交易 大家都知道川普对石化业是比较友善的 所以包括台速四保 因为沾到了川普交易的概念 所以南亚今天一天就填息了 台速涨了超过五个百分点 出现了破底翻 我们稍微要来做观察 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科技公司总经理吴金融 大家好 金融平均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大家好 前基金操盘人温建勋 大家好 大家好 前万宝投务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蔡明专家蓝先生 憲哥 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一定要来讨论 川普要跟我们收保护费 来川普受访 质疑美国是否应该保护台湾 我们来看他受访的内容 那么在受访的时候 他谈到了台湾夺走了晶片事业 川普是这么说的 他说要捍卫一个在地球另一端的小岛 实际上来说就是很困难 台湾远在9500英里远的地方 距离中国只有68英里 我不认为我们这样和保险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他们确实100%的夺取了我们的晶片事业 一直说我干嘛要保护台湾 台湾还抢了我们的工作呢 台湾应该要付给我们保护费 我们到底有多蠢呢 他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晶片事业 他们非常有钱 从头到尾对台湾没有谈到要支持我们 要保护我们 甚至没有谈到我们台积电 他把我们鼓掌我们这儿去的 搞了半天变成是他们很蠢啊 是他们蠢还是我们蠢 但是呢 川普这一番的谈话 急迹三动力 我相信大多数美国的民众 看了以后 听了以后 会认同川普 我跟你说 我们还鼓掌这儿去的 你就是我们爱去的 但是呢 你可以问台积电创办人张周某 当年他在美国 为什么来台湾创立台积电 就是美国不做这些晶片的生意嘛 你自己不爱做嘛 台湾做嘛 台湾做了以后 供应到大部分是美国的这个企业嘛 你知道那时候他叫台积电 到美国去设厂的时候 刘德云带他去 张周某还气泡泡的耶 对 张周某发了几次文书 我们不应该去 我们去了之后 这是了解的行李呢 但是话说回来 这是大事 因为今天台股的跌腹 是雅股的No.1 就是因为川普这个谈话 那这个事情是这样 这个彭博商业周刊的团队 在六月下行 就是川普跟拜登辩论的前两天 整个团队的话 跑到了活路里达 海湖庄园 对这个川普90分钟的一个访问 首度他就提到台湾 其实川普过去一天一天到台湾 没有明确说要出兵保护台湾 他曾经说过我们是椭圆形 办公桌上那支笔的笔尖而已 好 那现在他终于讲清楚了 他说 为什么对这个出兵台湾 他不能不认 经济的问题 就是阿关这些讲 抢走100%美国金片的生意 结果我们没有互保互惠吧 所以他不愿出兵台湾 但是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想说 敢要针对台湾吗 不是勒 他跟韩国也要收保护费 对 川普这个叫做交易式的固立主义 可以谈交易 其实美国这100年来 从一次大战以后 只要涉入对外的战争 他总是说不计代价 捍卫民主自由 但是川普是生意人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他有一个计算机 来我帮你打仗 我给你军武 我保护你 钱怎么算 明码标价 明码标价 他说北约他分两个 北约大概有31个成员国 你的国防议算 有达到GDP2%的一边 另外一边你没有达到的 那凭什么叫美国保护 我干脆就退出北约 那我查一下2023年就去年 31个成员国 只有11个国家 达到GDP 是他们过往计算的2% 你看北约这些欧洲 是跟美国是欧美一家亲 他都分 对不对 再过来南韩 南韩的 现在美金有2.85万人 那其实在他上一个任期 是在大约在2019年的时候 川普就说不行 我美金这个地方 在那边保护你南韩 你南韩发展经济 你们很有钱 你知道他怎么讲 他说为何我们要保护某人 而且是一个超有钱的国家 他讲的就是南韩 你跟南韩这么好 我们怎么保护他 那如果我要保护他 他给我钱 对 当时他开出的价码 仅仅分摊经费 50亿美金 50亿美金 后来因为他2020年没有连任 拜登政府的任内 针对这个议题 就坦坦的缩掉 但是还是要分担 那个比重提高 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 大家要注意 他要逼我们上谈判桌 对 我们大概要从两个管道 要付保护会 第一个台积电 可能就要加升10%的关税 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去年台积电的全球营收 是两兆一千亿 所以10% 百分之六十是卖到美国 这60%等于一兆两千亿 可能要面临关税 那除非有豁免 那10%就要付一千两百亿 不 对啊 那台积电假如获利少一百亿的话 EPS少掉0.4元 一千亿就四元了 少四块钱一片子 那就很多了 不得了 对啊 或者你可以 我承诺加大美国厂的投资 我们现在 从美国厂的话 已经亚利少那 大概三座厂 投了空前的六百五十亿美金 台币能挑 你就加大 加到什么 问题是我们加大 他说不定将来那个补助 跟我们缩水 也不给我们有可能 就看你来跟川普 他来交易 川普是可以交易的 你提了那个价 他觉得OK 那就没事 第二个 台湾一定要提高国防预算 要跟美国买武器 我们自己加强 自主的这个竣工 但我也补充一下 你以为买了美国的这个武器 我们是迎货两弃吗 我们交了一百九十亿美金 钱已经给美国了 大概有六千一百 台币的武器 没有给我们 没有迎货两弃 因为他说乌克兰比较急 先给乌克兰 大概六千亿没有给我们 这两个管道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盘面 已经出位 我们等会再来讲盘面 来 怎么解读川普的谈话 这是重大利空吗 还是他只是因为 选举的口水战 或选举的选举言 我觉得对台积电是利 要把他当史军利空吗 对台积电是利多了 是利多了 利多啊 川普就是真小人 拜登就是伪君子 拜登就是岳不群 拜登也叫那个 叫他的那个商务部长 那个雷文多说 要分润啊 你赚那么多钱 你要分给我 要分润啊 你长社在我美国 你赚了我美国的钱 你要分润还不是一样 只是川普 他是从全世界的警察 变成全世界的流氓 而这个流氓 他直接跟你讲 我要扣10% 但是 我其他你都60% 欧洲40% 所以你10%还算少 这第一个 第二个台积电 是可以转嫁出去的 你男孩 你不一定可以转嫁出去啊 你英雅也不能转嫁出去啊 也就是说他跟我们说10% 他总不能对三星 他不能后子薄比吧 他总不能对三星 你三星也10% 三星你说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说 我们收10% 三星免收也不可能 是啊 我这支比例 我变成10块变成11块嘛 但是 如果你要买 他要跌10% 我没法买你了 因为我台积电 我全世界的 我的技术 所以你是解读力多啊 对啊 因为大家如果都缺水 就变力多啊 欧洲的所有一条的便利多都缺 算对你最好的 给你缺10%而已 那吉他都20% 30% 40%呢 那不是力多的是什么 你不可以把我们台积电 弄作便利多 来 不要啦 来 创新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如果去看科技 这是不是一个实质的 刚刚 憲哥说是力多 我本来要问 这是不是一个实质的力空 但是 憲哥提供了另外一个思维说 这不是力空 这是力多 当然是在个人解读啦 可是我觉得 如果现在 以台积电的位阶 跟美国科技股的位阶的话 其实对于川普来说 他没有对科技业比较好 一开始要求水一大堆 所以我觉得反过来 科技业跟传产业 最近在美股跟台股 就很明显 美国的道琼上嘛 科技业其实是涨不动了嘛 所以华尔街的资金 会转向传产吗 对 我觉得会转向 就是说就算 因为他们筹码的角度 从资金的角度 他确实是力空 就算说他不是力多也好 不是力空也好 可是大家也会觉得 涨得多了嘛 任何所谓 接下来总统的改变 政策的改变 都有可能是涨多科技类股 他的一个调整的 一个部分的一个理由 好 来听建勋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现在 美国厂 叼在那边 他已经讲说 四月份要试产了 那现在是怎么样呢 这个是偷袭下去的没头嘛 对 我偷袭下去 等于我的肉票 已经绑在那边了嘛 那现在绑匪家里 现在两边是怎么样 我的补助款66亿美元 大家本来想说这是力多 是不是第三季就要任列 因为66季 66亿美元的这个补助款 是大概等同EPS 会多8块钱 那现在是不是 如果万一这个 川普上了之后 他万一不认这个钱怎么办 对啊 我就说 有可能补助打缩水 有可能缩水嘛 因为钱还没到口袋 没有错 所以这个 像不许是我们钱还没拿到耶 然后美国这些讲 如果要多关税的话 这个差别定价的问题 美国厂会不会赚钱的问题 这些我觉得都是明天法说会 一个很大的变数 但是来进行 因为刚刚其实憲哥也谈到 另外一个定价策略的问题 也就是台积电仍然是市场 唯一可以主导价格的 我认同这个说法 但是川普的不确定性太大 他可以把你搞到变成 一样烂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在川普身上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美国厂的进度和定价 躺平是最好的策略吗 这是什么意思 差别定价这是什么意思 就说台积电现在本来想要说 因为美国厂的人工 是不是比较贵 美国人是不是比较 想要过好的生活 比较不想做比较这个 工时会比较长 所以大家就想说 会不会有差别定价 就像一样的7-1 在台北的身份比较贵 在屏东的身份比较便宜 就是说从美国厂出的 会是价格比较高的 价格比较高的 同样三奈米的 可能跟台湾的价格 就售价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有可能吗 台积电想做这件事情 但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讲 这其实大概是 台积电他已经定了 一个长期的目标 就是说我的毛利率 希望长年都维持在53% 那我就问 其实美国厂绝对是做不到的 那你不要赔钱就好了 内部当然是说 我美国厂不要赔钱就好 他要53% 所以这也会是一个 脱油品的问题 美国厂会是脱油品 他一定是脱油品 所以台积电明天法说会 讲到美国这件事情 一定是他最不想提的 这是他的逆铃 好那台积电法说会 其实法人都已经做过情境分析了 对没错 当然他们在做情境分析的时候 还没有川普收保护费这件事 所以没有纳入情境分析 但是在法说之前 外资的情境分析是怎么看 好我跟盛丹利 他有出了一个三个情境分析 那你看有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一是比较乐观的 情境一 他说这个发生几率是20% 情境二是50% 情境三是30% 那我们就先来看 发生几率 外资认为最高的50% 我们先来讲 他说第三季的营修激增会成长10% 毛利率52% 确定营修年增25% 经元价格仍然在协商中 他认为对股价的影响是利多 但是最大的利多是情境一 但他认为发生机率比较低 就20% 那就是第三季的营修激增率呢 成长11到15% 比情境二的10%多 对不对 毛利率情境二是说52% 他说如果来到53% 赞赞赞 全年营修年增率呢 情境二是估25% 他说如果来到26到29% 那赞赞赞 所以经元价格上涨是 应该是铁板钉钉了 那么股价就会有3%上涨的空间 但他的情境三呢 他认为发生机率实在30% 比情境一的可能性还高一点 但是低于情境二 他说第三季营修激增率只有5%到9%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那么低了 毛利率只有51% 有那么惨吗 全年营修的年增率21%到24% 有那么糟吗 基元价格上涨面临挑战 真的如此吗 连黄仁勋不都答应了吗 他说如果出现情境三的话 那么股价就会下跌 这是外资在还没有川普收保护费之前的情境分析了 好 其实我们这么多礼拜跟大家讨论外资报告 其实投资观众也都很喜欢看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外资报告有些东西是参考性很高 有些东西是饥肋 这篇我觉得是饥肋的成分居多 这篇是饥肋 那你还拿出来讲 但是还是要严肃的来讨论一下 你看情境三好了 他是大摩 大摩的报告会是基勒 大摩 他不是小不垃圾的投资机构 阿官就像你每天心情不好 你也是要主持节目一样 就是我外资报告 我每天还是要写 阿官每天的节目都不时基勒 每天都很精彩 对 即便心情不好也是会笑笑的 心情不好节目还是很精彩 对对 没错 所以摩根斯大利也是一样 我就是要出这样多的报告 做我的工作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做 好 那我举例一下 你看情境三 你都觉得情境三不太可能发生了 我现在扣20他写在上面干嘛 对嘛 那不就是饥肋表现 因为六元营修都出来了不是吗 所以你算也知道不可能 那第三季 当然他这个是孤伟了 但是从第三季过去的传统旺季来看 怎么可能 因为第三季是123456789 九月就旺季了 对不对 十月更旺嘛 所以有十月第三季 第四季有九月和十月 苹果出心机的利多 怎么可能会那么惨 你看我点头如倒算 那表示你看虽苹果 所以连阿官都知道情境三不太可能发生 你知道我知道 除非苹果卖得很烂 机构法人也都会知道 所以真的会发生就是情境一跟情境二 那我考你一下下好了 你要考我 你觉得摩根斯大利 他要假装客观嘛 所以我弄了三个情境 但是他主观 他其实是认为情境一是发生的 那你不觉得很打架吗 我认为主观会发生 情境二啦 他说发生几率五十 他是看情境二 他是认为这个几率百分之五十 但是他的所有条件看下来 他是猜第一个答案 他是猜第一个吗 没有人知道吧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他说发生几率就二十百分之五 这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 要认真锁定我们阿官节目的原因 我们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他赌情境一 他应该把发生几率提高 他为什么发生几率就二十百分之五 你却认为他是在赌情境一呢 摩根斯 这就是为什么看位置这么高 需要很多年的脉络 跟认识这些人的情况 为什么眼镜镜片越来越厚的原因 对对对没有错 其实你看第一个就是看大家 第三季的营收是多少 摩根斯丹利他自己估第三季的营收 QOQ是十二点九 那不就落在第一个吗 他自己估十二点九 对好那其二 他的这个全年营收 他也是认为是接近三成的一个成长 不就是又是情境一吗 那再来晶元价格上涨 他是全台湾最早讲的 你两个月前就讲了 不就又落在情境一吗 所以你发现他其实情境一 他明明就是认为情境一发生的机率最高 但是他又故意把他写 发生的机率就二十趴 我知道了 他不想让大家都进去 他乱猜不到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情况是 他故意声东击西 这是原因之一 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凸显我自己 我其实共识 大家可能是共识放在情境二 但是我是格外看好 我是力排中议的 我力排中议的 所以其实你看 他是假装客观 但其实大摩他认为他是押宝情境一 但是外面的人 某一看 是看不出来这样的情况的 好 来听一下 吴总的看法 第一个台积电我们讲 刚刚有讲到在美国厂 它价格可以不可以提高 根据我在整个业界 那有办法做差别定价吗 有 有可能 而且定价的价位 还大概有两成左右的差距 也就是说 比如说台湾一百块 美国厂可以卖到一百二十块 这个事实上 就是台积电要到美国设厂以前 那他在美国的客户会买单 对 就是 貴那么多吗 对 就美国的客户 基本上是买单的 会买单 对 他买单 因为省了运费也省了时间 对 第一个 当然美国的客户第一个 买保险 他认为地缘政治的风险在 所以买保险 所以他大客户像Apple Apple就有支持 事实上 他最大的客户是Apple 那其他的 比如说像Apple以外 Qualcomm NVIDIA 基本上 他们是有这种共识 因为他们了解台积电 在到美国设厂 基本上是 对他们 对比如说对Apple 他们的堆叠出本 他们心里很清楚 对 他们很清楚 增加很高 对 很清楚 第一个 然后对地缘政治上 就有好处 台积电 刚刚温兄讲的 就是说台积电 我觉得今年是好得不得了 对呀 第三季 怎么可能是秦晶三 我们看到 NVIDIA要追加订单 联发科要追加订单 大家都在追加订单 然后苹果又要出新机 你说第三季 会出现 这么糟的财报数字 那是不可能的大事 不可能 第一个它的那个 就是NVIDIA的Blackwell 这一个架构的 就是V100 V200 这一些GPU 现在正要大量出了 结果现在是功不应求 比如说像这个马斯克 就是说Tesla的马斯克 他就号称要买就是30万套 所以到大家每一个人都是 但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V100 V200 整个这个算力提升非常的高 就是说像黄仁勋讲 就是说我价格很好 就是我的性能很好 但是不加价 V100 V200 相对于H100 H200 基本上价格是一样的 但是性能提升的很高 所以呢 有点加量不加价的可以 对 加量不加价 所以基本上他 他对台积电 根据传出来 就是说他要追单 追25% 这个是4奈米 就5奈米系列的 然后3奈米呢 今年也出来 就是说大部分像莲花科 他们都是用3奈米 就是说Apple也是 Apple的那个手机 当然是用3奈米 然后Procom也会用3奈米 就A18是用3奈米 然后NVIDIA 新的也是用3奈米 AMD也是用3奈米 所以3奈米呢 现在是爆满 基本上是爆满 所以他非常好 那当然川普效应 我们不谈 就是说正常效应 来看他是看好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 台积电的2奈米 现在已经开始市产了 就是苹果明年要用嘛 对 因为苹果 第一个 苹果明年要用 我觉得就是看台积电的 这个进度 基本上 如果他来得及 就是说台积电的2奈米 来得及在 就是说在第二季 开始量产的时候 苹果的 等于他的iPhone 17 就会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想 A19晶片 对 A19晶片 就现在很多人 本来想说iPhone 16 大家要买 等明年 等明年 iPhone 17 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来看 他各个功能 第一个两奈米 另外一个 他的M5 就是说 M5 M5的晶片 就是他苹果 M5的晶片 可以用在资料中心 可以用在他的整个电脑上面 这个也会用到台积电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在今天盘中走势 我们要好好地讨论一下 川普要跟我们收保护费 这是一日性的 一天性的利空 还是会在短线上 影响一个波段股价的表现 在今天传出 川普要收保护费 就开低 开低最后就震荡在盘下 那么中场是下跌了25块钱 收1030跌了2.37% 我们从日K线的角度 也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台阶日K线 台阶日K线 在这个跳空缺口 一直没有办法补的情况之下 已经在短线上出现了 比较明确的整理形态 所以我们来投一下票 川普要跟台积电收保护费 这个消息是一天利空 还是波段利空 认为是一天性的利空给圈 认为会影响波段的 请给叉 请取牌 好 1 2 4票差 只有一票圈 温建勋为什么给圈 川普说的 青菜听听的好 但是他会赢 这个是选举 他会选赢 这是选举的一个谈判策略 我觉得所有的变数 只是等他选上了再说 前面都是选举语言比较多 好 来 蔡总给叉 对 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跌破一千 我回来讲一下 就本来想说 不用等到跌破一千再买的 今天可能要开始再推一步说 对 不然我想说 本来大家想说 一千零二十就要买了 对不对 现在糟了 今天已经一零三零了 川普这么说保护费 我是不是再推一点 阿关我要讲一下 现在川普交易升行 川普交易现在资本上最红的 你不要跟川普投顾的名牌要对坐 你不要跟他对坐 他看空台积电 他看好我们的军工产业 这个我们两个管道互保护会 我现在三个面向来告诉你 真的 川普交易当成 你第一个解论我们讲过了 低级起的就要补涨 川普是一个现状 破坏现状 让你涨多的跌 没有涨的涨 我来看一下 道琼你看 现在创历史新高是道琼 昨天涨742跌 历史新高 然后上半年道琼这样 跌来跌去 大家说那没准 道琼没去到 根据道士理论 就是道琼 因为我们这个是工业的 一定要道琼的运输指数 买去起 这样 这个涨是多头才确立 才是扎实的 对 你看一下 那道琼以及道琼运输 工业做天涨了3%多 两个都涨了 它的YTD 油护转正2.5% 都涨在这个里 这个就通过低级起 因为罗素2000 那常常说过 你看看道琼运输 所以低级起的股票 噴起来 好 第二个面向 高级起的栽蕊 AI 你看美国常常的基手 各大指数都收红 AI灰输跌 美超微跌 台积电会再跌 盘后就跌 美光带 你去看他YTD 我都写在这个地方 灰输今年涨155% 美超微208% 台积电涨80% 美光50%台 你去太多 要下来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亚洲两个AI 海力士今天没钱没钱 没什么利空 收盘了 跌5% 暴跌5% 然后呢 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 我们常常讲的 甚至暴跌7% 而且盘中我们来看一下 7% 来 瞬间 7% 这个是大单出货的迹象 这不是送的猴子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他 艾斯摩尔 上一季的财报 有疫情 因为股票涨太多 这次猜测 所以猜测的话 毛利率跟营收 不如疫情 现在欧股一开出来 就一跌 就跌4% 艾斯摩尔现在跌4个百分点 最主要就是 对第三季业绩的展望 低于预期 猜测低于预期 好 然后美国说 你艾斯摩尔动静威力科创 你再把尖端的半导理设备敢给我卖到中国的话 要制裁 你有利多 即便你的财报好 可是这跟之前拜登也一样 拜登也不让他卖 有什么差别 不是 现在就是会进一步的缩紧 他本来可以核准的都可以卖 现在会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就之前只是列黑名单 然后你要出货 要来跟我申请 现在是还要制裁 好 那你可以看 艾斯摩尔就是台积电华说会的这个先行指标 他都跌了 那你想看台积电明天即便有利多 恐怕都会跌了 全部都连锁环利 对不对 从那个会打什么 一大堆连锁环利 这第二个面向 这就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 所以 第一个指标是之前没涨到的 出现了双双上涨 Dow Jones和Dow Jones运输嘛 第二次艾斯摩尔再跌了 对 高级期嘛 所以你刚才大摩 什么情境一二三 我告诉你 那个内容可能都不对啦 但结论对啦 就是最后一个可能要跌五趴 就这样嘛 那你一边讲的东西都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讲 我告诉你 但是刚刚文贤勋是 主情境一耶 谁可能是最大的赢家 Intel 现在有人想说 Intel 可能可以取代台积电 然后三星 三星美国厂的进度 它其实从4nm 变成2nm 紧咬台积电 大家就拼了 但是也不可能三星 不可能我们课10% 三星不课啊 不是 三星在美国厂 它布厂的速度更快 比我们快 对 现在我看川普这个 非常高招 它放风声要台积电去课的时候 它逼你 India逼你三星 在美国的这个设厂进度 要更快 然后自成要 免移效应耶 我跟你讲 关键就来了 因为刚刚 其实总经理有讲到 明年是不是苹果就要2nm了 那你如果美国厂没有2nm 事实上现在还没有 我得从台湾出去就加10% 但是三星如果人家已经有了 三星比我们就省10%啦 那苹果要2nm 你能够给它5nm吗 它的制程都要提高 所以今天三星在韩国股市 跌不是很重啊 相对海力士它算跌轻 它跌只有一%左右 你看 第一个 那我们就看今天晚上 英特尔会不会涨 假如涨起来 那个轮廓 就很明显了 那第三个面向 对于我们内施不差 继续差 关台这个 你来看一下 今天OTC 我们先看OTC 所以今天呢 大盘是跌对 我们看一下指数 指数今天是下跌的嘛 而且 来大盘 我们先给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 这样比较才有feu 加权指数是跌了227点 是长这样 来 开低震荡走软 我们看OTC OTC呢 是涨的 开高震荡收红涨0.47% 所以这代表什么 内施还在继续炒 我管你 我管你 川普要不要收保护费 没差啦 没收到他 所以你来看一下 今天 那个内施炒得更凶 这些股票都涨停板 只有收那个便囊摊 便囊摊 没有收到七个米的 所以七个米收 没关系 当然有一些是有 基本的题材 比如说这个高雄的建商 或A米栽板 但是你看波洛威他公告出来 其实他五页是亏损 继绣他把油都涨停 所以没差 当然我们的观众要自行评估 那个个股的风险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 内置的主力没你怕了 好 来 昌欣 你的看法 我们也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 今天 我们还是提醒各位朋友 今天是结算 但是今天是压低结算 对 而且今天很明显的外资的空单 我要跟各位报告 就是转仓了 空单转仓 所以他继续空 那转仓的意思是说 下个月继续拼 继续拼 我没有跟你结账 如果你看大盘的江坡图 帮我调一下江坡图 他试图拉到平盘 对不对 但是今天是杀低结算 好来来 曾经试图在10点半 最近11点的时候 曾经试图想要拉到平盘 对 那我跟大家讲外资在干嘛 拉起来的之后 他去空 7月份 空到8月份 也就是他空8月份 他转到8月份 对 他空8月了 然后你看 打下去结算 他7月份让他压低结算 所以他等于是空单转仓 他压低结算还下月再占 对 再一占 第二个我们先插播一下 外资在今天卖超超过300亿 对 他今天我跟大家讲 所以今天这个绝对是外资卖下去的 对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不是说我们看空市场 而是这个比较大型 对指数有影响的外资 到现在为止呢 他其实上是比较偏什么 逢高开始在做压指数 所以这边压指数 大家要特别留意 回到刚才这一页 我要告诉大家 大家要去观察一个这个 他是从哪里空上来的 23400空上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 下个月份 8月份开始开张 外资要把指数压到23400以下 他才开始赚钱 所以23400在这里 都在月线附近 所以我告诉大家 外资是 会破月线 过高了之后 这个过了高点之后 开始放空 所以外资被嘎一大段 被嘎了大概一千点左右 所以他现在刚好 我给人家哭了 人家钱多 他现在都要通四万多口了 一千点早已经毕业了 早就毕业了 二十万 一口二十万 一口二十万 二十万早就过来了 我跟人家散户早就断手断脚了 但是不好意思 人家是外资 好不好 外资 口袋比库管强的外资 所以人家继续空 而且还下个月再占 对 下个月再占 所以大家知道 我给大家看外资成本 外资成本大概在这边 所以有可能这个线会碰到 所以我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边不是不能买股票 可是高基期 还有这种全职股 电子股中的 我认为外资会持续的高充 看到大子你就闪边就对了 我来看下一页 我给大家看 看到大肌的你就想想一下 电子股 你看外资左边是外资 右边是投信 昨天买超第一名是伟创 老婆给大家看一下 伟创跟所谓的我们看 伟创跟论泰新 这都赶快低基企业嘛 可是3231的伟创 你看大一天今天就跌了 给大家看一下日线图 你看低档的电子股 就算他 这么低 他还出现黑K吧 所以给他应该 还是一样降部位 那你看9945的论泰新 论泰新来9945 今天就创高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高低位接 其实电子股 所以外资也开始在 卖电子买全产 对 我觉得他会开始 等一下我们要投一下票 是不是我们也要卖电子买全产 好 所以我回到这里 所以投信跟外资你看 尤其你看投信 你看买多少电子买 都买全产跟金融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 如果你去追电子的话 真的要买机器很低的 那机器很低搞不好就一日行情 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帮大家整理就说 现在的重点就在于说 整个市场的结构开始改变了 过去我们讲高股息 不好意思 这高股息 没带人买 现在没带人买 对 但是呢 这是台股现在ETF里面 持有的人数相对比较多的 但是受险金控业 为什么 国贷富邦在涨 他们都是下面的嘛 他们都是什么 他都是债券系列的嘛 所以你看0069B 这是什么 00696B 这是富邦的每债20年 创短高 937B 这是成交第一名的债券 也是创短高 这是所谓的 看到这有所谓 群力的ESG的20年债 国贷10年债也是创新高 所以我认为呢 虽然都是创新高 可是他的基期都比较低 所以高基期的股票型的 高股息ETF 会转成什么 低基期高债息的ETF 最后今天的盘面上 也是一样做快速的运动 你看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好股票 可是你看低基期你看 起很多 台数很久不久 台数多久不久 我们看一下盘中走势好不好 这些公司呢 我们也要讨论一下 今年他率先说要涨薪水 要加薪要加薪 我们也要讨论一下 来 今天涨5%了 看看K棒嘛 涨5个百分点 这多久没看到他动了 涨5个百分点 可是大英哥都还是赔钱 你看K棒就知道了 为什么一直跌下来 一路跌 除了前几天买的 所以基本上 已经很少人在涨台数四宝了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讯号 而且回过头来 我今天找三个产业 你看台数大成钢 这个都是川普交易 今天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 大家如果去看纽科钢铁 美国纽科钢铁 再也是拉高 保存做鞋子的公共场 有运动商机 所以你看 低基期的开始拉 那电子股真正要拉的 也是一样低基期 你看南电说ABF不错嘛 对不对 那星星涨得不错 南电就跟上来了 景硕接到单子 也是低基期往上涨 汉讯也是低基期往上涨 所以我做一个结论 如果你这边要投资 做电子股的短线 你一定要是低基期起涨 可是你手脚要快 如果你这边要投资 做电子股的短线 你一定要是低基期起涨 可是你手脚要快 可是如果现在的资金 开始转换的话 我认为会转到一些什么 转到传产股 今年没涨到的 还有债券ETF 好 这个时候我到底要不要 卖电子买传产 在策略上 特别是应对川普交易 以及川普当选的可能性 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在持股开始要做转换了 认同了 请给圈 要不要卖电子买传产 哎呦 我们回来谈川普交易 因为川普交易 黄金暴涨啊 不得了啊 不止黄金暴涨 所有跟川普交易有关的 都出现大涨 对 因为枪声一响 黄金暴涨 黄金已经是创历史新高 两千四百六十八块 光是枪声一响 一夜之间就涨了1.92% 涨了46.55% 那为什么会涨 这个是很罕见的 很大 对 一盎司 他涨47块美金耶 对 所以说你交易员 现在压两个赌注 一个赌注就是说 降息的激励跟希望 越来越高 第二个赌注就是 川普经济学一定动算耶 所以你这个时候 一定你的交易后面 一定要有黄金 连那个桥水的一个创办人说 黄金创新高 但是他还是要买 为什么 避险啊 不要觉得很贵 所以他还是有吸引力 你的所有资产配置里面 应该要超过10% 去买黄金 那第一个 我们来看先行指标 ETF 我没有钱要买黄金 我来给ETF 全世界最大的黄金ETF 光是一天之内 吸引了1.44公顿的黄金进来 1.44公顿不是公斤 你看黄金成贼也暴涨 对 那中国的ETF 光是六月份 他已经连续七个月净流入 六月份流入30亿人民币 那上半年流入170亿人民币 现在是创历史新高 持有黄金是510亿人民币 黄金92公顿 那最近谁最忙 巴尔最忙 因为拜登的选情真的不好 所以巴尔现在每天都出来 每天都出来 然后每天都在那边高歌一曲 现在又在讲了 我跟你说 我对这个第二季的数据 我看起来非常有信心 美国的经济不会硬着陆 你也不要等到什么通膨2%才降息 不会 我不会等到通膨2%才降息 他给市场充分的那种希望 所以本来以为九月 现在有可能往前到七月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有可能 但是市场记者又问他说 那你认为两个礼拜以后的会议之后 企业会降息吗 他不自可否 他说他这个问题他不解决 他也不跟你做议期 但是市场对企业的一个会降息 从13%降到7% 那这个时候有人跑出来 跟你战胜了 谁 最大的一个高盛跑出来了 一说你七月一定要降息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数据很好看 第二个你七月如果不降息的话 你等到九月十八以后 两个礼拜以后才降息 这样的话人家会说 你这个跟政治挂钩 会引起非议 这样瓜田里下不好 所以他硬逼的叫他七月要降息 你这么说也太适合你了 而且现在市场有人认为 七月降息可能有百分之六十 会降一马 但是对目前来讲 包吼还不露出他的口风 那这个时候目的又来了 目的说你七月还是要降息 你通膨已经下来了 就位市场也下来了 你看到的数据都这么漂亮 你还不降息 不然你要等到在一定要看到 七月的数据以后 你才要降息吗 那这样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现在年底 目的说年底可能降二到三马 而且降两马的机率 会超过百分之六十 现在连芝加哥的商品企业所 那些交易人都在压了 如果九月十八号以后 要降息一马的机率是百分之九十二 就是说一定今年就要降息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 就等包吼按下降息键 那几乎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不管是七月还是九月 今年降息的可能性是蛮高的 那么回来讲 那么川普交易里头 其实大家最关注的 包括黄金 包括债券 债券当然也跟FED有关 包括什么呢 包括它和中国之间 有可能产生的产业板块 新的移动 比如说它对中国电动车科高关税 是不是代表中国电动车的 那么其他的电动车有机会起来吗 包括它跟中国之间的对抗 有可能让谁上来谁下去吗 对 那现在因为这个 那个共和党已经正式提名川普 而且川普的副手 范斯也正式被提名 这两个已经确定了 那范斯比川普 范斯喜欢燃油车 他不喜欢电动车 对 他说你怎么可以拿美国的钱 拿你这个钱应该拿给 那个披之堡那些工人 你不应该去补贴中国的劳工 所以电动车现在剩下蛋 你应该补质油电车 另外他其实是一个作家 一个畅销书的作家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绝望者之歌 也就是美国白人地层社会 他们的悲歌的故事 形成美国的一个非常畅销的书 但是美国最弱势的不是黑人 叫做乡村白人 对 为什么是乡村白人 在增加 增加的是黑人的天下 你又是少数种族 对 然后黑人有很多的福利 今后会有很多保障福利 你是白人通通没有 对 所以你福利也没有 又在这个黑人圈里头 你又是少数 所以很多人说乡村白人 才是美国最弱势的一个族区 而范斯就是乡村白人 对 所以他这一次 他举这个副总统出来 会替这个川普又吸引另外一个族群进来 而且又少了 你知道吗 39年 而且他说 刚好他可以拉低他们的平均年龄 加小比以后的话 相加处也好 对 相加处也好 拉低平均年龄 才五十几岁而已 而且他们说 对一个副总统候选而言 他是超完美背景 对 为什么 他家里很穷 很苦 妈妈吸毒 他还刻苦努力 他拿奖学金 年轻有为 对啊 激励人心 激励人心 所以说这一次 如果以这两个组合来讲 应该是黄金组合 因为拜登现在还不晓得 副总统是谁 那这样的话很多人认为 可是拜登之前会不会被换掉 都不知道 还想到副总统 应该是贺锦丽 很多人都认为 很多人都认为说 如果他们当选的话 那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关税起跳 那这个一起跳以后 中国的GDP会从5% 降到2.5% 那你看中国电动车 会不会骗掉 他如果美国市场一定骗掉 他现在连那个墨西哥 连那个北美这个贸易协定 他在电动车还是给他排除 中国的 你不要想说你米的墨西哥进来 我就把你当做那个 或者米的加拿大 你躲在巴西也没有用 所以中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 也就是说认为中国在经济 技术跟军事来讲 对美国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但是这一次川普的政策就是 割中国的肉 然后去养美国人民的口的嘴巴 那这样的话 对一开始他当选的前六个月 应该是全世界的境界 应该是鸡飞狗跳 好 虽然范斯呢 是电动车杀手 但马斯克很挺他 你看第一时间 公布副手的时候 马斯克给他赞 所以这里头还是有猫腻 但我们回来看 来 在个股的部分 蔡总 我们要压保一点黄金概念股 但是高低基企 各股有调整 因为大家都知道 黄金概念股本来就是一个炒作 台湾不是生产那个黄金 是回收那个黄金 你看金利鼎 我们看一下 8390金利鼎的走势 观众要注意一下 不要这样黑白就落去 你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走势 但是它已经涨了一段 涨到现在的股价 80几块 8390 它要扭这样 最高还扭几块 太贵了 你看佳隆 佳隆 今天就比较强 你看它的K线不一样 它比较不上去 而且价钱只有38块 这种还是要考虑这个 但是回来刚才有讲到这个说话 你来看一下 台数今天跌至5% 今年的YTT还跌24% 以前台数是 南亚跌24% 以前台数是 大家最喜欢的存股标的 那现在川普说 不要紧 你那久不久了 近期开采 一人有海上的专有 搞不好开采下去 所以那个初期当中 会提振那个石化的那个价格 但是等开采出来以后 价格再跌 你来看一下 其实这些二线的说话 都是几十年老牌公司 我把每一家都看过 今年都不会亏损 但是你看我举这个例子 1308的亚距 好 这也是川普概念股 你看有漂亮吗 最近这样打出一个 晚宫的底部 晚宫 晚宫 言行的底部 这边要起来的量 开始增加 这个量存在注意 我们都没说过 这个量都变成 所以现在是越冷越开花的概念 就是冷漆漆的高票才会去 这些高票 要先说话 每一档都在20块以下 什么概念 远低于它的近值 也就是说 如果我真的很担心 我现在离开市场 我有那个不在场焦虑的话 我就来买这种 这是透明的 YTD付几十几% 股价低于禁止 今年又不会亏损 然后又是川普概念 对啊 川普搞不好是他们的救星 救星 好 所以巴菲特应该是 今年最大的赢家 买不少西方石油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来提醒观众朋友 明天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台积电法说会 来我们做一点提醒 来 昌欣 我想其实台积电法说 大家都觉得不错 但是我认为台积电 如果自己本身的营收预计 如果说到10% 如果说到了15% 那可能OK 可是呢 那你看今天外资 是不是提款台积电 因为外资我们刚刚有谈到 今天卖超了超过300亿 而三大法人 我们再给一次数字 三大法人总计 卖了超过400亿 换句话也就是说 除了外资在卖 其实本土法人也开始在卖了 对 基本上我认为呢 对台积电大家在这边呢 仍然是居高思维 不过要提醒大家 就我们月内去询问过 对于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会不会调升 现在听到的答案都是 资本支出就是维持 所以资本支出的设备改变股们 最近涨多的已经开始回档了 所以我觉得呢 那调高财测的可能性高不高 应该是维持 大概盖可能就是10%股 不过明天大家都在问保护费 我认为对台积电大家在这边呢 仍然是居高思维 不过要提醒大家 就我们月内去询问过 对于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会不会调升 现在听到的答案都是 资本支出就是维持 所以资本支出的设备改变股们 最近涨多的已经开始回档了 所以我觉得呢 那调高财测的可能性高不高 应该是维持的 大概盖可能就是10%股 不过明天大家都在问保护费啊 对啊 会啊 所以这个焦点一旦被转移之后 台积电就要回答说 那么我的EPS 能不能够像大家原来预估的这么高 如果EPS被下修的话 我认为台积电股价应该会受影响 好 因为关税的影响确实很大了 建勋 其实作为一个川普的一个受害者 就是我 你是川普受害者 对 其实在上次川普当选总统的时候 我在一家金控操金控的钱 另外一个是在主动型的投信 在当经理人 那个时候我们的团队被整得非常惨 他动不动就是对中国卡 什么东西清单 限制清单就不能出嘛 但我问你会不会转单 因为很多人也评估说 有可能他掐他脖子掐得越紧 那台湾比较一些 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过去惨痛的经验 都是间谍了两根三根之后 我们全部砍在阿呆股 然后隔了两三个礼拜再跟你讲说 你是金金年 你还砍在阿呆股 然后我们再 然后川普再说 其实我没有豁免清单 然后全部再涨回来 所以身为一个川普的一个受害者来说的话 不要跟川普投雇作对这件事情 我非常认同蔡总的说法 那今天台股的四万空单 四万口的空单 四万口 要结算 结算 结果就突然爆了一个川普这样的一个 一个利空 所以这个四万口的空单 是不是有川普的神助攻 中间是不是有奇怪的连结 让很多多单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那回到台积电身上来讲 我相信地球上地表上 没有川普弄不死的公司 所以如果以理性的基本面来考量 川普把台积电弄死了 对他姐也没有好处 台积电我本身 以基本面的考量是看好 但是以情感面 我有这样子被伤害过的这种情感 所以我对于明天的台积法说 我就稍微Q一下了